女星红毯有多敢穿 胡冰青身着黑色毛儿礼服出席活动 正看还算正常 但一看侧面 开叉直接高到了大腿根 明明没有那么高的身高 还选择这么大胆的礼服 轻轻一动就要走光 而和她一起走的还是男星 看得出她十分不自在 而在看万倩同一件礼服 她却穿得十分合身 吴轩仪走红毯 身穿蓝色透视礼服 在进场时还自信满满 可等到拍照 在众多闪光灯下 吴轩仪都不敢正面站好 看着男位的表情 完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张天爱出席北影节红毯 一身白色低胸礼服 造型美艳大方 大秀傲人失业线 但在接受采访时 因为她的胸前过于暴露 男主持人根本不敢转头 张天爱只好用头发遮挡 张力一身白色连衣裙 登上红毯 本来是端庄大气 但她却偏偏要学玛丽莲 在无方的情况下 用力率军 谁知没控制住力度 里面的打底裤都漏了出来 最后只能捂着裙子慌忙跑下台 为了展示珠宝 张露丝身着低胸吊带裙 虽然很美 但是胸前的领口开得太大 一似胸天的东西都漏了出来 而后下了红毯 工作人员火速为她披上了皮肩 孙倩出席红毯也是十分赶穿 身上就有两块布遮住重要部位 后背整个漏了出来 可以说是相当的大胆 关关应该是我对乔欣最大的误解 每次出席 她都穿得格外凉快 一身白色漏背礼服 把能乐的地方都漏了出来 随后和徐正希出席 一身黑色透视礼服 直接把性感拉满 完全不给自己留余地